欢迎来到MOVING24H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今天我们想向您发送以下时事通讯 无名的影迷对被删减的剧情也十分感兴趣 据成尔导演透露 被剪掉的剧情可能有50分钟之多 今日无名官微公布了一段演员在片场吃拿破仑蛋糕的花絮 花絮中周迅、梁朝伟、森博之、王一博、王传军都在一言不发的大口大口吃着拿破仑蛋糕 王一博和梁朝伟还不忘吃完甜甜手指 配上背景音乐十分喜感 这款拿破仑蛋糕也在无名火了以后成为影迷和美食博主毕达卡的蛋糕 据成尔导演透露 剧组买这款拿破仑蛋糕就花了几万块 演员们都非常爱吃 可惜 剧中吃蛋糕的片段成片被剪掉了 很好奇是什么剧情会让大家聚在一起 站在屋檐下吃蛋糕呢 上海的菜家拿破仑 据吃过的网友介绍 酥皮很酥 整体口感不厚不甜 奶油很香 无名同款式金牌拿破仑 由蓝莓点缀 售价128元两片 小编也想尝尝呢 王一博吃拿破仑蛋糕的片段 是风衣造型 片场还下着雨 王一博的官方宣传播 YIBO Official曾在不久前公开过 王一博在无名的风衣造型 也是帅气逼人 但这套造型同样在正片中被剪掉了 不知道这些未播出片段 能否在未来以不同的方式 与观众见面呢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